为了全面清剿天人组织 三大联盟派出了20多架厄运士高性能机体 以及一架做天使高达 而天人组织这边却只有两架高达能够迎击 也就是说一架高达需要对付十多倍于自身的力量 竹天使为了应对他们特意加装了武器和推进器 战斗力与之前相比也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 而得天使的护盾也进行了强化 普通的射线已经无法将其穿透了 可别忘了三大联盟已经强下了做天使高达 顶尖的机师加上顶尖的机体 这可不是区区一个护盾能够抵挡得住的 很快 得天使的护盾便被打破 厄运士机体的射线便能够对得天使的本体造成有效的杀伤 而主天使这边也没能够避免针对性的攻击 他们派出了一直以来会对主天使驾驶者阿雷路亚 造成干扰的超级兵进行攻击 一旦靠近便让他头痛欲裂无法正常驾驶 更糟糕的是指挥员也同时对其发起夹击 就在主天使命悬一线之际 JRAMS AM终极模式启动了 他的速度瞬间提升10倍 如闪电一般迅速逃离了二人的夹击 而被敌群进行火力压制的得天使 也同样被迫启动了JRAMS AM模式 他的性能瞬间大幅度拉伸 在开着护盾的同时掏出大炮 进行毁灭性的打击 只一瞬间 得天使便干掉了数架厄运史 集体有了传息的机会 可不妙的是 JRAMS AM系统的功耗是很大的 如果没有消灭掉对方 自己就会陷入能量缺失的情况 就在他差点再次陷入被动之时 一束束射线击穿了敌机帮他成功结尾 而他便是搭载了巨人战甲的力天使高达 整一个火力相比之前大了好几倍 在这种情况下 他不再选择精准狙击 而是选择更加扩起的火力覆盖 琴克之间便灭掉了数架厄运史机体 给予了他们沉重的打击 而主天使这边 他回过头对超级兵发起了攻击 在JRAMS AM模式的加持下 很快便打掉他的抑制腿 反手又击碎的指挥官的臂膀 就在JRAMS AM模式的时间快结束时 敌人终于是选择了撤退 最终成功保卫了母舰偷了密号 而装备了基岩战甲的利天使 却并没有结束战斗 他比撤退的敌人还要更快 直接来到了敌人母舰所处的位置 突然给他们来一个伏笔抽星 只是三两下 便击碎了两艘母舰 就在他要摧毁最后一艘的时候 却突然遭到了背后袭击 导致基岩战甲损伤 面对如此窘境 他也只能抛弃战甲 保住自己的性命 而发起袭击的人 便是驾驶者坐天使二号机的 顶级雇佣兵萨谢斯 利天使十分气愤 便开始摇尾一直追着打 可他因为自己的眼睛 在上次的战斗中受伤 射击的精度已经变得很差了 实力本在他之上的萨谢斯 此时就更加不畏惧 这个射不准的狙击手了 利天使之所以如此想杀他 就是因为萨谢斯 以前曾策划恐怖袭击 杀掉了他的家人 杀琴之球不共戴天 利天使带着不是你死 就是我活的心态和他死斗 战斗力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要强大 哪怕是和近战专机打 也能够打得有来有回丝毫不落下风 转瞬间便从他身上切下了一块 可战场的局势非常复杂 一名战士为了给自己的战友复仇 不要命地冲过来 尽管利天使发射导弹 瞬间将其炸得只剩下俱俏 可人家却接着先前的惯性直冲利天使 一瞬间便撞到了利天使的一条手臂 萨谢斯意识到他因为眼睛受伤 看不到右边 便决定针对这个软肋发起攻击 他发射出大量的疗哑 从四面八方进行攻击 利天使防住了左边的袭击 却因为看不到右边而被连续击中 伴随着猛烈的爆炸 利天使几乎已经被炸废掉了 已经彻底失去了和萨谢斯战斗的资本 他趁着混乱的战场 躲到了一颗行星的后方 让萨谢斯丢失了目标 驾驶者洛书见此情况便拆下了里面的武器 随后打开舱门从里面出来 让机器人把利天使给开回母舰去 尽管机器人表现出不舍 但还是得服从主人的命令 若书看到了基岩战甲上掉下来的加农炮 便想到了一个绝妙的方法 他用手里的武器连接了这加农炮 瞄准了正在寻找他的萨谢斯 他只有一次机会 不成功便意味着死亡 很快 萨谢斯便检测到了他的存在 犹如猛虎一般冲向这块肥肉 这威力巨大的射险成功击碎了萨谢斯的下半身 可他却在最后一刻进行了反击 好运并不会一直眷顾着天人组织 加农炮被击中立马发生了爆炸 站在上面的洛书 直接被炸成了重伤 他想念在冬夜中温暖的家 想念在圣诞夜里和家人一起庆贺的温馨 可是现在 他已经无法再回到过去 要长眠在一望无际的黑暗之中了 尽管他心有不甘 却也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 在最后时刻 能天使终于从地球赶了回来 可上天却没有打算给他救下战友的机会 加农炮发生了二次爆炸 让他的鲜血溅满了宇宙 机器人驾驶着立天使回到母舰 指挥室的战友们 以为大家都成功归未了 却不料机器人 一直呼喊着洛克昂的名字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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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